这个《照面可难经》的这个驱动 倘若有任何人觉得它是一个犯错或者一个冒犯的 我也在此希望能代表所有 尤其是在伊斯兰党的支持者俱乐部的一些非伊斯兰 马来西亚的谜 也在民政党里面的 同样有做过这个驱动的 我代表他们和国自己一起去对大家做出一个道歉 民主行动党以保东区国会议员李纯孝 在7月份上传全市可兰经经文的视频引起争议 团结自由组织向警方报案 指出李纯孝对可兰经经文自我诠释 涉嫌侮辱伊斯兰教 李纯孝表示他上个星期和一名伊党国会议员在国会交锋 相信是那名伊党成员不满处于劣势 因而从他社交媒体上找出可兰经视频 并大作课题向警方举报 要求警方以山阿种族宗教及皇室课题对他进行调查 他于今天下午接受五级阿曼全国警察总部的警官录工后强调 他没有自我诠释可兰经经文 而仅是念出可兰经的句子 若有冒犯到任何人 他代表所有曾经念出可兰经经文的人士 包括他和伊党支持者大会堂做出公开道歉 李淳孝星期一晚间在面子书发布书评表示 有许多宗教司告知他 认为他的言论没有问题 有很多国政里面的西门的领袖 都挺身而出为我发表的一些 就是挺我的一些言论 他也指出在过去 伊党支持者大会堂会员和民政党党员 都曾经在政治讲座会堂上念出可兰经经文 甚至游者以阿拉伯文念出可兰经经文